歡迎節目主持人 胡瓜 Janet 大家好 大家好 左腦洞洞 右腦洞洞 歡迎收看我們的 哇 這是2013年開春以來 最大型的抑制帶狀的綜藝節目 非常非常難得 我是主持人胡瓜 嗨 我是Janet 是 這個節目大家未眼先轟動 各位也看到了 之前在過年前大肆的宣傳 這是浩之七千萬做的節目 每一集都不惜眾之 尤其我們在這個第一集的首播 就已經請到了100位的藝人 不容易喔 一開始你看我們現場 大家都戴著面具 其實有的人可以不用戴面具 因為面具拿下來 可能還不認識誰 還不知道他們是誰 恭喜這個鏡棚的這30位藝人 有一位是有機會獲得10萬塊獎金的 10萬塊最起碼他們少趕六個通告 好 所以呢 我們怎麼產生這30位 我們本來有100位藝人 大家說我們吹牛現場也沒有100位藝人 當然它是有過程的 我們節目結合的外景 是怎麼樣產生的呢 我們來看這段精采的影片 史上最大規模的藝智比賽 在此揭開迅目 100位藝人各個雄心壯之 誓言要把10萬元帶回家 但他們完全沒料到 地獄般的考驗就在後頭 我們現場呢 有100位的藝人看到沒有 哇 聊得起 聊得起 史上也沒有這麼大的外景節目 100個藝人啊 你知道藝人很難組合啦 現場有100個藝人啊 但是聽說他們助理來了200多個啊 十便當要花多少錢 而且交通費要花多少錢 通告費起碼花上上百萬啊 厲害 這個是非常大 而且最重要在我們比賽最後 會留下一個 在我們演藝圈的金頭腦 可以獲獎金10萬元 說簡單也不簡單 不簡單 其實在家裡也可以玩看看 看你自己覺得你多聰明 因為這是新節目呢 我們全排要讓觀眾瞭解 所以我們先開始100位藝人 進行我們的暖身賽 大家都說藝人是笨蛋 100位藝人素質良有不起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了暖身賽 為避免藝人態度懶散 製作單位 準備了狼狗 作答時由於不決者 小心狼狗伺候 來,我們有簽了同意書 剛剛各位簽到了 各位有簽到了嗎 這個同意書簽完了 就是我們會放幾條狼狗會去追 那沒寫啊 其實都有寫 你就要看得很細 所以各位簽了 好像信用卡一樣 你要看清楚裡面的條文 第...第78條 對 來,我們狼狗請出列 狼狗 好 這個狗很聽話的 教練可以請他稍微安靜一下 好 如果不是咬得很嚴重 不需要住院的 現場可以縫的 我們請小護士出列 你會縫嗎 對 但是呢,超過四針以上他就不縫了 對...所以各位很清楚啦 各位來拿獎金不是那麼容易的 他為了護士 然後就故意給高搖喔 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有什麼問題 你們OK啊 我們現在卓博那個護士太不敬業了 為什麼 怎麼叫超過四針就不縫 對啊 技術只縫到四針啊 是因為技術的問題啊 他...他的症很大沒關係 真的嗎 最...最重要的 你們這一群人 常常答案只有一樣 要有自己獨立思考 黃鐙輝 不要急著你當小弟 自己現在在這裡就是大哥的 加油 沒有...沒有辦法 我還是要跟著大哥走啊 但是我想說等一下文明哥選A我就要選B 因為他最近蠻衰的 對啊 有一種...有一種比賽啊 你知道對方是光明燈喔 對... 也許他是幸運的你就跟著他跑啦 好不好,大家都有經驗嘛 啊,這邊我以為陳文明最聰明 原來最聰明是在那邊 沈玉玲 今天最聰明的都在這裡了 浮露獸三星君 對...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大家 有沒有舉手的 有...沒有,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了 好... 有上過胡瓜... 的節目的 有上過胡瓜節目的 沒有上過胡瓜節目的 請舉手 沒有上... 沒有上過的 好... 沒有上過的 沒有上過的 後面也有 來,請出力排好,來 沒上過 來,沒上過,來... 瓜哥,玉小,玉小沒有上過 沒有,站好,站好,沒關係 站好 沒有上過的 沒有上...你也沒有啊 姐,你也沒有上過 我也沒有上過 有這麼多啊 你叫什麼名字 對 PayPay 為什麼沒上我節目 剛出來 你還沒來 你還沒來 你還沒上過 零零 零零 也沒上過節目啊 你也沒上過 沒有 叫什麼名字 BeeBee BeeBee 家語心一直很想去 但是都去不了 姐妳 今天因為主持節目 我們還沒來 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對不對 對,第一次 好 瓜哥好,菁妮姐好 你們是一個團隊的 我們是台灣女孩 你也沒上過 沒有 沒有耶 這是一個春節才會送給你 來... 謝謝... 是... 不是這樣就了結了 大家聯絡感情 最好的方式就是擁抱了 好 好 不是 要快一點 速度要快一點 時間太短了 速度要快 來 原來這一招 來,速度要快一點 謝謝... 大家了解了 這比上節目還親切 好 好 是不是 那沒有上過我節目的人 請親切 喂 喂 上節目那裡 放了 不是聲音 天啊 一百位藝人的場面 真是太容易失控了 還是讓我們 趕緊進入暖身題吧 為什麼要剛剛問呢 接下來這一題就跟各位有關係 好 這一題很簡單,我來發問 只是暖身題 你覺得觀眾認為你是藝人的 不是的 請站B區 計時 10 9 8 7 要放狗了 放狗了 準備放狗 5 4 3 2 1 還爬上去的耶 好 A區的多 B區的少 好 B區的很少 我來問B區的 我們來問B區的 好 他們很謙虛說 他們覺得觀眾不認為他是藝人 老實說確實有過 既然不是藝人 我們今天主題是 沒有可過 發一百個藝人 沒有可過 發一百個藝人 來來來 家綺好 來 妳是 妳不認為觀眾認為妳是藝人 我覺得我只是比較紅的素人 比較紅的素人 所以上節目不代表是藝人對不對 可以這麼說 滿謙卑的 Eason 妳算是了吧 我一直都是搞怪大學生 所以慢慢有 所以各位認為現在還不是藝人 我不算藝人 因為我比較像是助理 對 就是都在節目當助理 所以還不能算是個藝人 他要再進步 我知道了 很多人是從節目中的助理開始 慢慢的變成藝人 不是每個人運氣像妳那麼好 一下子主持外景紅起來的 這段心目旅程很辛苦 也有製作人啊 也有製作人從後台 妳說沈玉琳嗎 對 沒錯 這些不要臉的傢伙 可以跑那麼多人 認為自己是藝人的 我來問問看 他憑什麼來當藝人 黃鐙輝 沒有 不錯 他靠模仿 他也演了電影 也主持過節目 對 這個可以 這位小妹妹請問一下 妳叫什麼 我是玉琳 妳演過什麼戲 沒有 也是有當過節目的助理 你往那邊站好不好 你站 你往那邊站好不好 你好像站錯地方了 來 過去站 過去站 妳當藝人要有藝人的條件啊 瓜哥 這個有先生這個 這不是 誰 一直擋在我前面 沈玉琳大哥 等一下 你一聽到 你教健身 你怎麼當藝人 對啊 你過去都說 人是雙重身分 不太一樣 你又演過戲嗎 當然演過 還拍過電影的 你怎麼這樣講 保倒大暴走是不是 那這樣可能 藝翔呢 我是一個很紅的藝人 很不紅的藝人 就是藝翔 你們沒看過我嗎 那你們應該很少看電影 你表演一下 我就那個啊 火盾 大火柱之樹 有沒有 有印象了吧 有什麼啦 對不起 麻煩你兩個過去那邊 你還不過去 走過去 走過去 經過瓜哥的嚴格篩選 很抱歉 翊翔 雨桐你們不算藝人 超紅色的人 來 我沒見過你啊 你哪裡混進來 大飛 我有啊 大飛 大飛啦 有啦 有啦 但是你愛圖的那個節目有沒有 是嗎 大學生了沒啊 然後超級魔王大道 模仿誰 模仿哈琳啊 黃柏啊 來一下哈琳 來哈琳 是的我是哈琳余真慶 你是 是的 謝謝 麻煩到那邊 沒有還有還有 拜託啦 幫我當一天也可以吧 不是當一天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是是還有還有 黃柏啊黃柏 黃柏應該是 你好我是黃柏 我總該也認識了吧 你好 你主持金馬獎的嘛 對 是啊 你覺得非常好啊 你應該認識我了吧 這樣我可以站在這了吧 哪有人臉皮或是最好 還要我沈玉琳也站在這呢 拜託啦 各位來投票 覺得應該站那邊請舉手 站了拜託啦 好不好 站這邊請舉手 拜託 像大飛如此厚臉皮的藝人 真的不多 你覺得有資格留在這裡了 但下一位呢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東方 房又欣 也什麼 我是星光大道的歌手 第四屆 前三名嗎 對 不好意思 第四屆冠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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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唱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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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要來 手要來 我並全地享受著 頭在腳裡 我還能挖開 你的哭 我 是我 疲倦 流浪的 最佯 我熱切的希望 好 過關了 好 好 好 暖身體結束 現在進入正式比賽 正式比賽中 答錯者 將遭遇可怕的處罰 及無情的淘汰 並在本集 選出50人 晉級第二天的比賽 上要出題了 各位聽清楚了 哨音一吹就要分AB了 準備好嗎 好 大聲一點 準備好了 好 請出題 B 全球暖化日益嚴重 我們每天都在排放 破壞大氣的溫室氣體 請問 哪一種氣體的排放 對大氣傷害較大 A 牛放屁 B 汽車排氣 請選擇 快 10秒鐘 10秒鐘 8 起 放 8 放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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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一半一半了 沒有思考吧 起 然後狗請收起來 到底是牛放屁 被大氣傷害較大 還是汽車排氣影響較深 選擇牛放屁 由沈玉琳 張克帆為首的資深藝人 選擇汽車排放的 曾有台大方的李密和林依儒 究竟他們 有什麼獨特的見解 選擇A的是 牛放屁 選擇B的是 汽車排放 汽車排 對 好 汽車的污染非常嚴重 是 造成大氣的破爛 這個牛放屁 就牛放一點點屁 會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來 我們來看看 大哥為什麼會選牛放屁 為什麼 大家想想看 這個世界上 到底是牛多 還是汽車多 但是 那邊在喊汽車多的喔 那是因為他們只住在大都市 你們那邊不懂 我真的講專業的啦 這個汽車的廢棄就是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牛的屁主要成分是甲腕 甲腕珍珍還是暖化的殺手 太聰明了 黃思佳也是這樣想嗎 還是跟著他跑 我覺得我記得這一題應該就是 牛放屁 當年田丹復國就是綁一塊牛 那個燒牛尾巴 是燒牛尾巴 到底誰對誰錯 我們也要問問對方的意見 為什麼會選擇這個答案 來… 我覺得他們在做節目效果 一開始就這樣 他們腦子有病 他們會放屁吧 你們不知道汽車排的 你要解說一下… 因為汽車排的就是二氧化碳 所以才會禁止 後面汽車都不能排放黑煙什麼 所以現在改什麼電動車啊 對啊 試車啊對不對 就是要… 就是要減少那個排放 排放器的量 對 而且我大學連考有考 溫室效應就是二氧化碳 確定 那我問你們 所以你們是因為你知道 其實不是因為車子比較 比牛多 車子用響的也知道排放量 絕對比牛放屁還大 而且… 而且牛放屁根本上不了天上啊 多拚聽人的意見 對啊 你們是騎進來的嗎還是 沒有 因為其實政府 從來都沒有宣導過不准養牛啊 但是有宣導就是那個車… 要排放廢物 對 車子要減… 對 要減燈減碳 而且政府都提倡我們要騎腳踏車 沒錯 這一定是車子 對 所以你們是地球最大的傷害 是因為汽車排黑煙 對 對 對 都很讚 那個牛會造成地球的暖化 但是是因為我們把森林砍掉了 去種育米或種草是養牛 但還有那個糞便的甲碗呢 那個玉琳哥講 甲碗呢是可以提電的天然氣 就是人家燒的瓦斯 所以暖化呢是汽車的問題 第一題戰況激烈 選擇A的57人中 高山峰和沈玉琳 皆提出相當有力的說法 但B區43人 卻有台大幫的李密和林玉汝 到底誰對誰錯呢 第一題答錯的參賽者 將接受死亡鐵球的懲罰 從三層樓高往下掉的鐵球 將給藝人 勝利核心裡極大的壓迫 到底是A 牛放B呢 還是B 汽車海鹽的汙染呢 請分後正確解答 A 牛放P 沒想到是牛放P 對 必須尋到這裡來 還有台大P的 台大 誰 對,來 你又有台大什麼戲 公商管理 你台大什麼戲 戲劇 你台大 工商管理 謝謝 你台大 我不是台大 不是 我是美國 我是美國 台大醫院 有高... 美國有高中畢業吧 有 大學念什麼 我是念生物跟西班牙文 醫學 好,這大學 哪首大學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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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營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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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省嗎 麻省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 你麻省理工學院啊 是 十幾十幾乎有高學歷的 那四個你們組織好了 想不到第一題 就有三位台大畢業生遭到淘汰 後面題目會不會更刁鑽呢 我們有三個台大的女生 還說一定要一起撐到後面 就被一條第一題就死了 沒有想到這個題目那麼的刁鑽 還是回去那邊一點死好了 被淘汰了 我覺得實在是太丟臉了 因為曾經我也是就是第一名畢業的 結果居然淪落到 第一題就淘汰 還超丟臉的 火動由三位台大生被淘汰 要是這題真的有難度 我們讓專家為大家解釋吧 有人說牛放屁 比這個汽車排出來的二氧化碳 還嚴重 那這個講其實是有一些道理 就是說牛在它那個反決的時候 在它放屁的時候 它會放出來甲烷 那一個甲烷呢 它相當於二氧化碳 一個氧化碳的差不多25倍的溫室效應 所以呢 假如說同樣排出來的氣體 一個汽車排出來的氧化碳 跟牛排出來的甲烷來說 那牛排出來的甲烷 對這個世界的這個溫室氣體啊 對世界的暖化呢 來的 哇 第一題你看 100個藝人就已經淘汰43個 這麼多 這43個呢 不乏有的高學歷的 有台大的 有師大的 還有教育學院的 不過中間有一位 很多人都跟著他跑 是喔 這個人看不出來蠻厲害 平常上節目啊 大家對他呢 很會講笑話 但是沒有像他學識豐富啊 他是學校上課很厲害嗎 欸 不知道要問問看 因為看到程度還不錯 過去製作節目 不知道怎麼樣走到歪路去的 那就是11號的沈玉琳 來 面具拿 哈囉 人站在這裡真是倍感榮幸 你不要那麼客氣 你什麼學校畢業啊 我四星 四星廣播電視 還行還行 四星之光啊 不是啊 那天我看很多人跟著你跑 對 我就一個人跑 我奇怪 怎麼一大堆背後鈴啊 我就覺得壓力好沉重 是啊 十幾個人糾纏著我 欸 這個第一題你看 牛放屁大家都猜不到吧 對啊 尤其諷刺的是有一個Lydia 他是台大獸醫系的啊 台大獸醫系的人 竟然連牛放屁會影響地球暖化 他都還搞不清楚 其實有一些東西在學校學的 你在生活上沒有用到 其實你是會忘記 或是根本就是沒有真正的好學 有的知識是要看電視來的 像牛放屁那一題我答對是因為 在好像兩個禮拜前吧 電視上有專題報導過這個事情 在Discovery Animal Planet 對 你現在講的是頭頭是道 可是我那天看你感覺好像 趕快跑錯邊去跟你回家 我當 因為他反正答錯一題 答對一題 他就是賺了通告費要回去 是 沒想到他往錯的方向走的是對的 對 你的心態製作人我太了解了 對 三十位剩最後一位 走到這個最後一集的時候 一定是沈玉琳 其實我們不用浪費時間 直接頒獎好了 沒有 沒有 希望全力以赴 來這裡就是要得第一名 是 對 你們等一下注意觀察 我跟你講他面具還沒拿下來 對 其實他 他戴了面具大家也認得 還認得出來 他知道身材都知道誰 對 你9號你就拿下來吧 大家知道你就張克帆 你不用再裝了 不是不是 為什麼那個CAMERA 3一下就抓到我 對不對 因為你前面有號碼 對 你這樣也來猜猜金頭腦 這麼簡單的問題 最重要也是這個面具不夠大 找不到 你要覺得值得慶幸 就是說看到你 戴著面具還認出你 對 我有時候好困擾 是 我是要裝鬍子 因為我到機場出鏡的時候 大家就說 裝了鬍子戴著牙蛇帽 戴著口罩 人家還認出我 還戴墨鏡 對藝人真的太紅 真的不能做壞事 對 你看走到哪裡 看背影就知道是克帆 沒有 有的人會認錯 會認成董事成 因為我們 頭髮不多的人 只能留中髮型 你知道嗎 你剛剛幹嘛講 他拍頭髮最少的人就好啦 這個頭髮給克帆很大的創傷 他前女友跟他分手 只講了一句感言 他說克帆 我把愛情留給愛情海 你卻把頭髮留給李宗海 講完這句話就分手了 克帆 你不要得罪製作人 講話可酸的 人家12點半的通告 客帆11點就來了 好 那麼早來幹嘛 選好位置 你看梅花座 周圍都是女的 玉琳哥講得對 瓜哥 你知道現在上節目多痛苦啊 有一半的來賓是人妻 另外三分之一是名嘴啊 所以你看現在節目還有主題性的 所以他們沒有結婚 沒有生小孩 很多節目是被隔開的 對不對 那有的新人上不了節目 沒錯 因為你面具拿下來都不知道是誰 你怎麼 我覺得 我覺得我今天現場也有 那一百位裡面有很多 其實我老實說我不認的 不過我們不是取笑她 是走這條路 本來每個人都必須經過 對 像你旁邊處這個妹 沈憶玲旁邊這個妹 媽 面具拿下來我看一下 面具拿下來 那位 這個一拿下來我會嚇死人 嚇死人 對 一二三 行影不離啊 那一天跑題的時候還一直跟著跑 對啊 對不對 不是她是她老婆她當然要 我知道啊 要不然她跟著張克帆跑還得了 我們隨便來揭曉一下好了 26號麻煩你把面具拿下來 還是戴上去好了 一樣 高志宏曾入圍金鐘獎咖 長年智利民族記憶的發展 年輕的紅類實力富榮小區 瓜哥好 主持人好我叫高志宏 高志宏 對 能夠進到這個30個名單一定會紅 謝謝 謝謝瓜哥 所以我們要給新年多一點機會 是 剛剛第一階段淘汰了43位 留下57位 未來她的路怎麼走呢 我們繼續 經過第一輪淘汰 還有57位 恭喜人 現在最起碼不會背上演藝圈最笨的人 但是要爭取演藝圈誰是金頭腦 這個很重要 對 57位我們要淘汰 再7個 我們第一輪要留下50個人 然後到棚內去 再 捉對廝殺一下 但是如果想到57個 我不可能淘汰7個 我可能淘汰 低過50個怎麼辦 再從那邊找敗不復活的 對 好 就是一定要搞到50個就對了 好 接下來準備好了 好 小心請不要聽說AB了 請出庭 請問 請問 濕火時 用冷水和熱水 哪種較能快速撲面火勢 A 冷水 B 熱水 好 好,請選擇 冷水 A 冷水 是A冷水嗎 A 冷水 B 熱水 A 冷水 A 冷水 B 熱水 放火了 放火了… 來 鐙輝 鐙輝 OK 這邊是選擇冷水的 我去問他們好了 我的開選是我想問B區的 選擇熱水的朋友 很奇怪 因為如果熱水 這個滅撥會比較快的話 那為什麼消防隊的那個消防水車 沒有經過加入 好 對 是我的想法 所以你是因為體驗 因為你看到裡面就是 他們就是用冷水來去 把這個撥弄掉 其他人也是嗎 有一句那個淋雨叫做被撥冷水 我熱情我突然被撥冷水 所以撥到冷水就會吸引 所以冷水就是拿來滅撥 有沒有… 好有道理喔 完全正確啊 不是 黃老爺 照理想說 熱也很貼冷屁股 冷屁股是水的滅紅嗎 也可以 這種方法也是可以 但是有時候佩服 隨時往上倒下去 你如果把他們淘汰你們就晉級了 對啊 可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選熱水 他們跟剛剛講不是沒道理 當你濕火的時候 你還去稍微開水去來澆洗嗎 溫度是火燃燒以後的結果 他們一直以為說降溫降溫降溫 降溫沒有用 火為什麼會燃燒 是因為氧氣的關係 對 那冷水的含氧量比較高 熱水因為那個分子已經游離了 所以那含氧量就比較低 你讓火不要存在含氧的環境 它自動就會滅掉 沒錯 站不站成 站成 聽完沈玉琳經典的解說 相信A區的10人 臉已經綠了 第二題 有超過80人人選B 但A區高山峰的解釋 似乎也很有道理 到底哪邊是正確答案呢 而這題的處罰 將是更殘忍的死亡大炮 花球機的可怕運轉聲 會讓藝人後悔來參賽 到底是A區的冷水 還是B區的熱水呢 請公布正確解答 B 熱水 B 2 4 6 8 10個 來 我們請進行處罰 B 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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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當擋進牌 你們還是男人嘛 你看,我們就淘汰了 我跟你講,但是沒關係 我們有加分 會模仿我們就加分一下 會模仿 模仿 會模仿 會模仿 真的、假的 你已經搶太高峰了 沒有 你就要重... 重振天 我厲害 那重新再來 你會模仿誰 扎羽 模仿得好加分 沒有,來,好好唱一下 好,唱一下 來,來,來 你是模仿 好 然後,真的嗎 好,10萬塊等著我 好 我是真的為你哭 你是真的為你哭 就在這一個全世界 才是一家生 有很多 有很多 我心裡當歌 是... 好痛哦 好痛哦 不錯吧 這槍鈴彈雨之中的 磨練你更加的 台上堅定的演出 對 來,這像剛剛誰舉手要模仿的 對 就你吧 來 好,唱一下 來 趙飛,你不要怕 剛剛是因為那個機器故障 所以球才會射出來 你就... 我剛剛差點忘記怎麼模仿 來,好好唱一下 HONEY HONEY,你唱 來,請開始 那些痛的記憶 落在唇等一堆 愛你最好的大地 再出下一個黃金 對,面對 A的LADY 滴滴落在唇裡 讓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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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好 我要讓他整個... 這個要入圍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 因為我們在經過考試 就可以入圍了 真的啊 對,你拿來金山佛教 要來女生 剛剛為什麼會模仿呢 德惟哥 我忘記什麼模仿 什麼叫忘記 來,來,這頭 剛剛也是機器壞了 好好想... 你拿椅子給我... 500啦,學500 500,打起來才劍嘛 好,500,來 好,1,2,3,GO 愛...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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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上啊 你要敬業啊 你是優秀的藝人啊 你是...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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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落中 你拿頭啊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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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加分... 有加分... 有加分道 其實我們也要找一些人來付的啦 所以... 有機會的 試試一下 這是我們第一集播出 我覺得那個... 處罰呢 還是選這個比較好啦 我覺得這個不錯 這個大氣球好像沒什麼威力 對 有只推派幾個出來模仿 好好唱一下 不可以模仿再又唱歌就好啦 我從今天開始不模仿 中場統計 第二題 淘汰10人 剩餘47人 但為什麼熱水 能較快撲滅火勢呢 冷水不然可以降低火的溫度 但熱水 能在短時間產生水蒸氣 把火源覆蓋 火源得不到氧氣 自然很快的實驗 你看 接下來 你... 輸的比賽還要懲罰 懲罰還要表演才藝 你看 還被球打成這樣 對 不過他們真的很敬業啦 說真的 你看 大飛啊 黃燈輝啊 重振天啊 不惜形象啊 那三個穿粉紅色衣服 是同一家公司的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們是台灣女孩 在2012年 剛出道的新晉女子團體 台灣女孩 你可能不認識她們 但既然能從100位藝人中 脫影而出 觀眾朋友 絕對不能錯過她們往後 今天的表現喔 答案AB區 你們三個都跑一起啊 對 我們三個都跑一起 因為我們就是要同甘苦共患難 對 一起跟著玉琳哥跑了 一起跟著玉琳哥 我們是跟著玉琳跑 對 我們本來是想要跟玉琳哥打招呼 我想說玉琳哥 玉琳哥 玉琳哥就過去了 你們題目都沒聽清楚就跑了 有啦 其實有啦 我們一開始像牛放屁那一題啊 是因為阿嘎他是高學歷的 因為之前看新聞 然後有知道這個訊息 這個資訊 克凡會答對 是因為跟著你們跑吧 是不是 對 克凡哥 我 真的耶 對 秀一段好不好 我們臨時考的 上我節目就是這樣 來 音樂給我一下 音樂 所以我們穿得這麼LADY 歡迎光明 然後看這麼性感的舞蹈 那個 很跳透耶 那個 把我的唇酒拿來一下 先生 我跟你講 所以 上我的節目很殘酷 就是 一番兩燈贏 對 不是很好 就會遭受羞辱 你知道嗎 對 因為你們掛的是台灣女孩啊 我們這裡面舞蹈的好手 不缺乏了 對 4號 來 你笑起來就知道你是誰 大鴨 你剛剛看了 你覺得舞蹈怎麼樣 就是 可能剛出道還有點羞澀啦 哎呦 對啊 對啊 哦 沒關係 我們 我們要講真話 是 因為場面話講其實是害了他們 對不對 對 對 你來秀一下 加油 Auntie 加油 Auntie Auntie加油 為什麼叫他Auntie了 沒有 跟他比起來 他就Auntie啦 我都大輸了耶 來 吉秀 音樂 Yo Yo baby Yo 好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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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need all baby 來來來 哇 厲害厲害 大雅的熱舞為晚輩上了一課 但其他面具下 到底還有哪位聰明藝人呢 這個6號戴的面具 因為他的帽子就是特徵的嘛 對不對 很少藝人會像他這樣戴 除了周婧營就他了 可能是李炳輝喔 傑倫啦 他那個 你看那個樣子 而且戴上那個面具只是還蠻搭的 對啊 還蠻適合的 這個戴這個鴨匙 除了周婧營還有誰呢 對啊 來 郭仁豪 大家好 我是郭仁豪 哇 你也能夠進入到最後30位啊 對 你對於被淘汰的人有什麼話說 我只能說呢 他們 不常看電視 因為那些題目其實 電視裡頭都有播過 因為我通常都在家裡頭 就是打開電視 一直觀看電視 旁邊這位也很優秀 優秀 他的身材也是一樣 他的髮型 也是一直來都保持這樣 永遠胖不了 頭髮也長不了的一位 永遠就要剪得那麼短 吉吉 哈囉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吉吉 嗨 果然他們是上 上《彈花星》節目 最佳的人選 你看很聰明啊 謝謝 但是我自己還蠻錯愕的耶 為什麼 因為就 我跟小柔還有一路 我們就號稱就是 演藝圈的三傻 然後像今天我來 然後詹哥一看到我就說 你今天來探班呢 他說你怎麼會來這 就我自己覺得 我真的有過關 但我覺得還蠻有趣是 其實這些題目真的是 我們平常生活中都會看到的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一段影片 各位要注意看 請繼續看下 由於目前自己人數還不足三人 因此第二題達錯了十人 將盡情敗部附和賽 請出題 請問 為什麼睡覺時 蚊子喜歡在人的耳朵旁邊揹 A 耳朵皮膚較薄 蚊子容易聞到血的味道 B 因為耳屎的味道 請選擇 請選擇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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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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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A的 有六位 接力 好,我去問他們 他們說 耳朵太薄 血管很薄 所以聞得到血味 他們選擇的答案是這樣 來 因為其實 紋子是聞人的氣質 然後去冰 那可能會多散發出 要把人的氣質構成這樣 因為耳朵太薄 我覺得啦 瓜哥 那個當初製作單位跟我說 請我們來上畢製節目 我以為只要作者回答就好了 想不到還要討命 是怎麼回事 是 不過我們是真的因為 這個兒時的味道 不是好錯邊選擇 對 真的嗎 為什麼這個 蚊子的兒時有什麼關係 剛剛馬太說啦 如果是蚊子要聞味道的話 可能這個兒時的氣味會比較濃 而且全身上下皮膚薄的地方 還有很多啊 為什麼只靠近耳朵 那他為什麼不專門定我們肛門啊 沒有 因為那個 蚊子好像會感覺 那個體溫高的人 比較低 體溫比較高 然後耳朵這邊可能就 我們兩耳溫不就是 對不對 對 兩耳溫啊 所以我覺得 耳朵的裡面溫度比較高 而且會有耳屎 你當門不高溫嗎 我不會穿複子啊 對 瓜哥 如果我睡的人 他就盯你當門就好了 OK 可是我睡覺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耳朵的那個 保 手的背也是在保啊 不會因為說 皮膚比較保 就聞到細胞 我剛才一陣冰荒馬亂 那我醒來我就在這裡 你醒錯了嗎 因為我來不及思考 A的答案是什麼 B的答案是什麼 我就一直追我 我後來是華蕾才進來 要不然我就被咬到 我在追你啊 對 你的選擇呢 我也是覺得耳屎 因為我記得 我那個 那個什麼屁股 我直接裸碎的時候 早上起來屁股都蠻癢 聽完你們的解釋 感覺你們 已經一隻腳踏進棺材裡了 這題選擇A的有六人 B的有四人 雖然B區對答案的解釋很令人 擔心但演藝圈老子力的高山峰 與黃鐙輝都在此區 他們是否會被淘汰呢 熱艇答錯 將接受可怕的死亡爆炸 根據調查 人在面對氣球爆炸時的生理壓力 是平常的三倍 但今天我們的氣球 是一般的三十倍大毆 一人接招吧 我請公布正確解答 B 因為而死的味道 第一區獲勝 看黃鐙輝錯的表情 不要懷疑 你過關了 恭喜四人 外部復活成功 而A區六人 雖然要接受懲罰及淘汰 但前輩宋玉銘 將會用歌聲陪伴你們喔 新歌叫 叫做唱情歌 唱情歌 來欣賞一下唱情歌 謝謝 來 七叔九 謝謝 來 看一下 來 看上 愛的腳步 曾經聽到 心頭的意味 卻唯一曾飄散 回首一段長大 淡淡傷害 我 在你心裡之外 當你笑我 你也熱鬧 你無散容 遙光盡采 從有你的氣氛 愛心的海 我願意讓你誠心 快樂 你無散容 你無散容 可別再熟心拍拍 你無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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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罰真的很沒人性 也超恐怖的 看到一些姿勢不錯 希望下次還有豬人再來參加 好不好 看這個節目 就有很多知識 小樂說得沒錯 現在馬上讓專家為我們增長知識 我們睡覺的時候 聽到嗡嗡嗡的聲音 就是蚊子 在往我們的耳朵附近徘徊 因為我們躺著的時候 會排放出二氧化碳 那蚊子是最喜歡二氧化碳 會追逐二氧化碳 蚊子並不會特別喜歡追逐血液 所以皮膚薄血液 會讓蚊子聞到的答案是不正確的 那相對於就是說 耳朵有耳屎 很可能就是因為蚊子喜歡潮濕 或者是有特殊的一個氣味 有部分的蚊子的確會追逐 這樣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相對於血液跟耳屎 我們會選擇是耳屎 謝謝 你看又救回來四位敗部分 我們節目還是滿有人性的 是 你看救回來有高山峰 大飛 還有王登輝馬太 這個高山峰 7號應該是高山峰 來 面具拿下來 恭喜 瓜哥好 大家好 我是高山峰 這題說實在也不容易答 其實是有點半猜的 這題就是半猜了 也帶著運氣成分在裡面 是 所以我們本來要有50位 但是因為這個晉級關係 所以51位留下來 昨天有訪問到一些人 有的人並沒有訪問到 也沒 我們再繼續展開今天的訪問 2號 這位美女 思佳妳好 瓜哥好 大家好 我想請教一下 常常跑通告 其實 腦袋要很靈活的 對 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不是按照腳本的 主持人訪問的話題也不一樣 我們有的時候很常都是在亂講 對來參加這種抑制型的節目來講 對你們來講應該算是輕鬆吧 我覺得比較輕鬆 因為有的選項比較無裡頭 可是對我們而言反而會覺得比較合理 前面幾題 妳其實都真的知道答案還是跟人家跑 一開始有點隨波逐流 就是因為跟著那個玉琳哥 可是因為後來他被太多人包圍之後 我們找不到他 然後所以我們就 就幾個女生像大牙 然後跟GG 然後就自己組成一個小團體 對然後集思廣益之後 然後就找了一個答案這樣子 所以不是共同生存下來 就是共同淘汰 對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種群體當中 你要交對朋友 你交對是比較聰明的 妳是講那些被淘汰交不對朋友 像A瑤姐妹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們就是 連要拆夥去 5050的機率這個辦法 他們都想不到 對 這二血一二油 他們兩姐妹 既然沒有一個人晉級 你看看 所以他們演藝圈算是 聰明跟美麗是能畫上等號的 對不對 也恭喜你了 謝謝… 還有一位 這演藝圈算是很大牌很大牌的 可是一直讓他舉牌舉到今天 足足舉了好幾個小時 從昨天舉到現在 就是我們3號 宋一鳴 瓜哥好 各位恭喜前面的觀眾 八點檔的一線小聲 從頭到尾第一集都沒講到話 他因為他的一線小聲 因為他戲劇很強 其實大家都忽略 他出道就是歌聲取勝的 沒有… 其實我還是以戲劇為主 你出道就是演戲 對… 怎麼印象那麼模糊 沒有… 瓜哥 但是我曾經出過一張片 是22年以前 回到22年我再出一張片 可是現在有出片 現在有 今天是來打歌的 瓜哥你唱的歌我都記得 開封遊國 寶青天 我從小就演那個戲 看那個戲 我們當時出片是為了抵稅用的 你22年就出片了 所以現在又發片了 對 怎麼突然想要發片呢 沒有這個就是 不知道哪個老闆頭殼壞去 沒有開玩笑 就是他想說 再看看我有沒有這樣一個契機 對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是… 你知道嗎 又可以演戲 也可以嘗試唱歌 而且我真的很羨慕這些綜藝節目的朋友 我們常演戲啊 一待攝影棚七八天 常常就覺得智力慢慢在衰退當中 所以我現在出來呢 這個… 透透氣 所以瓜哥今天講那麼多 讓我唱得很好 那當然可以啦 我們來聽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各位唱一下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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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聽台灣歌有尷尬喔 有尷尬喔 有尷尬喔 聽台灣歌有尷尬喔 有尷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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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尷尬… 兄弟線啊 感情都在一起 對對對… 請各位觀眾朋友多多支持 是 是 這唱得非常好 謝謝… 而且我非常非常喜歡你你的海度 就是… 你永遠在進步自己 你永遠覺得要突破 又要挑戰 我覺得這個… 所以我… 我來上金頭腦是這個原因 嗯… 是不是 怎麼能輸給這些新人呢 對…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話不要說那麼滿 還沒真正進入輸死戰 是… 謝謝… 謝謝… 好聽的歌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這個 最後一階段 我們51個 到底還要淘到幾個人 來 請看影片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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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激戰過後 100位參賽者有49位遭到淘汰 剩下的51人 將進行更嚴苛的腦力對決 今天我們要淘汰21人 最終30任名單 我一定要成為最聰明的人 我一定要成為一個最聰明的人 最聰明的 我一定要成為最聰明的人 我要成為最聰明的人 誰能拿到淨黃的門票 為了感謝各位對節目盡心盡力 讓我們收視率很好 為了答謝各位 我們請到的摔跤技能 F12 好 請出發 昨天有狼狗 今天有更可怕的大魔王 摔角聯盟的精英 要給猶豫不決的參賽者 震撼教育 四個為什麼請來 第一集 好 第一集 你們回答問題晚5秒 我們用什麼對付你 狼狗 好 這是觀眾覺得太沒有人性了 所以第二集改個方式 四位摔跤手 如果能不能跑慢的話 會怎麼摔呢 請示範一下 好 來 請就位 各位看看 動作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跑太慢 被抓到 就是這樣了 請開始 跑太慢就不行 看到沒有 跑太慢就被抓來摔了 看到沒有 而且各位我們還不能選 這個摔手我們還可以選 他可以選誰 厲害吧 頭痛了 所以各位待會兒選擇題目 不要落到5秒以後了 你可以答錯 但千萬不能跑最後 這樣的痛 藝人能承受嗎 我們是女生也這樣摔嗎 女生也好像摔 女生也這樣子摔 對啊 你剛剛畫 沒有沒有 畫很多 麻煩你這個 麻煩你幫你摔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放輕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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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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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不是 玉琳哥算資深的 我還有給他 來...逸祥 逸祥 逸祥好好表現一下 逸祥 跑慢一點會怎麼樣 上 逸祥哥好帥哦 好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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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等一下 逸祥 你還OK嗎 等一下 你還可以嗎 再穿 再穿 好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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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祥 還有嗎 還要嗎 撐住啊 加油 逸祥 加油 逸祥 等一下 逸祥 逸祥 那個... 黃東坡最喜歡模仿吳柏嘛 吳柏 你還最愛摔跤的 來 你要用500的姿勢給他摔 500 來的 算了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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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感謝翼翔黃鐙輝的專業示範 相信今天參賽者選擇 一定不會散漫 今天規則是問題二選一 A區或B區任君挑選 馬上開始正式比賽 請出題 請問 為什麼蜘蛛不會被自己所知的網黏住 A 蜘蛛的腳上有特殊的酵素 B 蜘蛛會避開會黏的蜘蛛絲 請選擇 請選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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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跑進來了 跑進來了 腳很遠… 那個不好意思 你不是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他有一隻腳在外面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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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飛跑太慢 馬上遭到魔王毒手 讓我們來看這題 大家的選擇會是什麼吧 第一題 蜘蛛為什麼不會被網黏住 選擇A的有16年 選擇B的有35年 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 A的選擇是什麼 酵素 酵素 因為那個網都是黏的 怎麼可能有不黏的地方 所以說它會有酵素的問題 所以跑起來就不黏 對 對 而且我常看Discovery頻道 所以在沒有通告的時候 我就看電視做功課 那這個問題問我一定對了 所以蜘蛛呢 為什麼不會被黏住 是因為它腳有酵素 這樣你們懂了嗎 等一下 平時跟有什麼差別 股絲一定是都一樣的 都是一樣 所以每個絲都是黏的對不對 對 它不會特別說 一段黏一段不黏 這樣 我覺得它自己也會混亂 台大的也是 不要再說我是台大的 台大的 我也覺得應該是酵素 感覺比較合理的 對 不是因為被逼的 沒有 大家是心甘情願選 我逼他 OK 來 選擇B的又是什麼樣的 好 我們這邊的所有的狀況都有 我原來有聽到的是 因為我看到其他人在跑 所以我們就跟著跑 然後我也有一些還像 那是玉琳哥跑 沒有沒有 因為這個答案啊 它說是因為有酵素的關係 那我們想說除了酵素 應該還有一些什麼益生菌 對啊 Beta是菌啊 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沒有 而且不管如何 一定要跟著玉琳哥 還有潘老師跑 對 因為玉琳哥 玉琳哥就是一個活字點 我會覺得是那一位 我會覺得是你 玉琳哥 你逃錯地方 有酵素不是這片嗎 剛剛斯嘉講的都對喔 蜘蛛 你有沒有腳還分泌酵素 笑死人 你有看過你手 你手 你手會分泌酵素的嗎 人家是蜘蛛嗎 對啊 育生菌 對啊 怎麼可能 但是動物其實有很多東西 他們真的是可以 沒有 這個蜘蛛本來吐的絲 就有分黏的跟不黏的 對 小時候我們住鄉下就知道 有的蜘蛛是碰到會黏 有的不會黏 怎麼會黏 那蜘蛛有撒到說自己噴黏了 然後去給它黏 對 他一定要去踩那個不會黏 你看 你這個訊息就是因為你小的時候 你小的時候知道的訊息 我從小就知道蜘蛛會土黏的 跟不黏的 兩邊的解釋都相當有道理 B區沈玉琳 以小時候的經驗精準判斷出答案 而A區卻有台大生物系的Lydia 到底答案誰對誰錯呢 而這一題答錯的人 我們將進行死亡大炮的懲罰 相信會讓參賽者相當後悔自己的選擇 請公佈答案 B 蜘蛛會避開會黏的蜘蛛絲 恭喜B區 接下來進行A區的處罰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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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發現 我發現你有積極的 請問假的 他只能打下面 我們把人跌高 人跌高 他就打不到我 跌高 跌高 跌下來 快快快 快 郭哥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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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們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叫跌摩和你指示 郭哥 前輩 前輩都欺負新人 一想別氣了 你們這些淘汰的人 有沒有話想說呢 蜘蛛怎麼會自己挑直的走 不合理 好啦 我承認我笨 不是 這個前輩把我背在上面 把我背在上面 大家聽清楚囉 然後那個球就這樣一直 不行嗎 看那邊講 其實我能夠背在他的上面 是很榮幸的 所以呢 謝謝林輝哥 蜘蛛他的屁股 他吐出來的絲 都是一樣 同一個地方吐出來的 那都是黏的嘛 那怎麼會有這種 不黏的更黏的這件事情 誰會知道 凡姐你不知道沒關係 讓專家來告訴你吧 蜘蛛呢 為什麼不會被自己的網子黏到呢 這是因為蜘蛛的網子的線呢 分成會黏的跟不會黏的 而蜘蛛自己會避開會黏的線 選擇不會黏的線來行走 另外呢 蜘蛛的腳上會分泌油脂 這些油脂也能夠幫助他脫困喔 接下來這題要好好聽著喔 請出題 請問 抽血採血時 一般是從哪一種血管抽取 A 動脈 B 靜脈 請選擇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是我 等一下 不要懷疑 你跑最慢 當然是你 希望你脖子快快康復 第二題 選擇A段有9人 B段有26人 答案會是什麼呢 答錯者將會接受死亡爆破 據調查 人在面對氣球爆炸 所承受的生理壓力 是平常的三倍 而我們的氣球 是一般的30倍大喔 接招吧 請公布正確解答案 B 靜脈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瓜哥 別再嗷啦 先進行懲罰吧 好 好 完成組合 你怎麼哭得這樣 會怕嗎 你沒有 來 來 感覺你們也會怕爭 在抽血的時候也是會怕 陳維銘 你像個男人嗎 躲最厚 我像啊 我是用背在保護他們 抽血為什麼不能抽動脈 聽聽專家怎麼說吧 一般我們抽血都是會抽靜脈的血 因為靜脈的血 在體表比較好抽得到 而動脈的血是在比較深層 除了比較難抽到之外 會比較痛 而且不好止血 所以一般我們還是會抽靜脈的血 中程統計 目前晉級26人 不足4人 必須進行敗部復活賽 究竟這9位藝人當中 誰能擠進最後的鏡頭名單 藝人最重要的是打理門面 而口齒清新相當重要 吃完大蒜後 當中的硫化物會讓其口臭 請問 吃完大蒜後 食用什麼 可以最快去除蒜味 A 牛奶 B 口香糖 請選擇 選擇B的有田維銘 潘霍迪這幾位資深藝人 選A的有何佳文 賴維如等四位女藝人 究竟他們是真的知道答案 還是瞎猜的 大蒜吃的會有大蒜味嗎 口香糖 對 而且告訴各位一個資訊 大蒜 如果你吃大蒜 用煮熟了 大蒜是發揮不了它的功效 殺菌的功效 大蒜有功效是因為你整顆吃 或者是搗碎有吃 搗碎 搗碎是最有吸收功能的 因為它要接觸到空氣才可以 這是一個資訊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吃完這個可以殺菌大蒜之後 嘴巴都是大蒜味 為什麼選擇牛奶可以去掉味道 因為我覺得口香糖 它只是暫時的 所以我覺得牛奶應該是比較可以 而且牛奶可以中和很多味道 一般我們吃完很濃的東西 都會喝牛奶 而且像我個人印象中 我覺得牛奶和檸檬 是最可以去味道的 對 因為如果是口香糖的話 其實基本上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任何東西都可以消除的 它其實是靠化學 所以它一定沒有牛奶 它可能是裡面有一些化學作用 牛奶裡面有一些東西 跟大蒜的味道結合之後就會沒有味道 那為什麼每次去吃韓國烤肉 最後它會弄口香糖給我們呢 因為 因為口香糖比較便宜 對 而且那個感覺好像就很貼心 口香糖比較便宜 乾脆也給我們玉蘭花就好啦 那有人就不敢喝牛奶啊 神經病啊 對 由我們那個中華民國 退伍農民協會的 潘若迪理事長為大家講解一下 是的 今天我們必須讓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吃了大蒜之後 一定要讓它這個味道去除 那很簡單的方式就是 你一定要吃帶薄荷的口香糖 那為什麼呢 我們請榮民之家的老人 陳為民先生為您解說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知道 這個牛奶 我們吃下去以後 它會發酵在嘴裡 我們只要看這個消音 它剛生出來 就甜甜吃牛奶 吃牛奶吃到最後 就是一個奶醜味 所以這個牛奶分神 是肯定不可能的 你整天把這個味道給取出了 這個 除了味道取出了以外 你懷有這個打算的這個雪球 這個雪球呢 一定要透過這個抠香糖 對 也就是在我們哪一地叫做抠腳糖 抠腳糖 抠腳糖 把這個抠腳 抠腳 把一些雜質統統佔光靜 對 以後它這個味道 就沒用了 一場 包括萬筆 外部復活賽 選擇A的有四人 B的有五人 到底誰能晉級呢 請公布正確解答 A 牛奶 恭喜選擇牛奶了 這就是蠻有趣的耶 為什麼選牛奶呢 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會想到 牛奶會造成口臭 對 可是一般也不適合牛奶 喝了會脹氣 我們請解說為什麼是牛奶 大家好 我是劉鳳萍醫師 為什麼吃完大蒜之後的蒜味 可以由牛奶來去除呢 因為牛奶裡面有很多的 水分 脂肪 蛋白質 這些化學成分 都可以有效的 中和掉蒜味 那另一個選項 口香糖 口香糖是可以增加 口水分泌 但是它不能有效的 跟蒜味裡面的 硫化物結合 所以如果要去除蒜味的話 去除掉硫化物的味道 應該答案要選牛奶 吃完就覺得恨嘛 就不想待在這裡嘛 想剛剛離開這個體育館 就覺得很可惜 但是就是 我終於可以看到 瓜哥的廬山真面目 那我今天覺得這個 獲益良多 雖然是心裡面很難過 不過沒關係 還有機會 哇 辛苦喔 你看 這幾題來 其實都是一個嘗試的問題 還有醫學題 Janette 你不是念醫學的嗎 是 是動脈 靜脈 動脈沒有人去書寫 其實基本上那個 靜脈是比較表面上 所以比較好找 比較好抽 然後動脈其實也可以抽 但是它的壓力非常非常大 其實動脈如果它 你把它切開 它的血裡面可以噴 是噴的 可以噴到三到七樓 啊 它非常非常的強 哇 那個慢慢 從七樓就掉掉 掉到六樓三到四 等掉到一樓差不多就掛了 剛好接 所以千萬不要割到動脈 割到動脈 非常危險 非常危險啊 所以這個是一個知識題啊 而且吃大蒜你看 要用牛奶 才能蓋住味道 不是吃口香糖 對 這個我是新學到的 新學到的 你喝牛奶的時候 是會造成口臭 嗯 因為會咸咸 對 我沒想到這幾位都能夠過關 對 所以說真的 除了有點嘗試之外 真的任何比賽都還有點運氣 不過有一位進到我們這個 最後一個階段 我相信他是跟著師父跑的 那個一號小飛 來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瓜哥好 健身姐好 我是小飛 你所有題目都跟著你師父沈玉琳跑的 對 我都跟著我生命中的光明燈走的 對 到後面我發現跟著克帆哥 比較有話聊 真的 師父不想跟你聊對不對 因為有克帆哥在的地方 對 對 那你 你一直跟著師父都沒有二心嗎 沒有 因為 我跟玉琳哥看到 就是演藝圈有一些 那個小弟幹掉大哥這種情形 對 演藝圈有哪些小弟幹掉大哥 在我們現場有一位大哥呢 就被一些那個小弟的那個節目對打 你有收土地嗎 收土地 你們還沒有土地對不對 那現場只有罵我了對不對 喂 喂 我不敢 其實這哪有什麼仕途 我過去也跟菲哥節目對打過啊 這是合理的循環嘛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從瓜哥身上開始 所以難怪你製作你也不可活嘛 不是我要說你 不愧是沈玉琳的土地 還給你擦一刀啊 你知道嗎 但是 小飛人真的很忠心 以前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凌晨兩點我要回家 看他還在忙 小飛那個回去休息太辛苦了 萬一倒了怎麼辦 他多感人 站起來說 玉琳哥 一個小飛倒下去 還有前期王王哥 小飛會站起來 站起來了 一直周星馳電影看太多了 真的啊 然後常常問他說 你什麼小飛你什麼時候要下班 報告玉琳哥 小飛來上班 你沒有想過要下班 難怪黏得玉琳哥 比強力交還黏啊 對 其他的面具啊 因為呢已經進入最後30位了 我們把面具統統拿下來 謝謝 恭喜最後進紅了30位參賽者 而你們將面對全新的挑戰 最終有一人能獨得10萬元 你看看有沒有 這個有幾位 家文你好 瓜哥好你好 大家好 我是家文 家文你好 你覺得啦 你在回答問題當中 你是跟人家跑 還是自己選擇 我跟你說我就是 幸好有加入了斯嘉 Gigi跟大牙那個 不是一塊肉的團體 畢竟我們是老妹了你知道 昨天克凡哥啊 然後維銘哥看到我們都這樣 嗨 就走了 想當年他們也是很愛跟我們聊的呢 對不對 怎麼我還跟你嗨 林子萱我都不知道她有來錄了 好啦好啦我們有安慰 那我就跟著姐妹們跑 但是我昨天心目中出現了一個偶像 誰 我入行18年從來沒有偶像 只有一個偶像 這個偶像現在站在我右手邊 我很緊張 哎唷 就是我們的玉琳哥 那怎麼好意思呢 你覺得在演藝圈現在看電視圈來講 誰是最聰明 他最聰明 他真的好厲害喔 不敢 真的喔 他不是瞎跑喔 我們每跑到那個區塊 他就說 其實答案就是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他有解說對不對 聽起來都非常的完整 沒錯啊我記得有一題 那個說什麼蜘蛛 為什麼不會被網黏到 對 竟然有人笨到說去猜說 因為他那個腳會分泌酵素 蜘蛛的腳會分泌酵素 那我的腳會分泌優弱 怎麼可能 那一定就是 那一定就是蜘蛛 他知道他的私有分黏的跟不黏的嘛 真的 他踩的都是不黏的 手指會分泌手汗 對 可是大家也是被電影所害 因為蜘蛛人 他既然噴了十多年的話 他總有一條噴不黏就摔死啊 對啦 其實他會噴兩種絲啊 對不對 絲絲有兩種 對 一種黏的一種不黏的 對 所以你認為是玉琳哥是最聰明的 玉琳哥超聰明的 可是克凡志認為自己也很聰明 您覺得呢誰最聰明 我其實平常也真的很常 從網路上或者是書本上 得到很多生活的嘗試 但是我覺得目前演藝圈 最厲害的應該還是玉琳哥 因為這種你看起來似乎不知道 A或B答案的這種題目 真的要靠自己的腦筋急轉彎 我覺得這一點 玉琳哥是目前算是 武林當中最厲害的 就算是你了 你就是樂部群了 對 這一集一定要錄影下來 將來告別四波的時候 不是 應該滿有面子的 我跟你講 錄是有錄啦 但是會不會剪掉就不知道 我也滿好奇 玉琳哥自己覺得 誰是最聰明的 好 我講客觀 因為我講話最中肯的 我想了很久 最聰明的我覺得還是我 好聰明喔 可能要誇你 你聽不下去 欸 你這句話要小心欸 聽不下去 木秀魚鱗 封閉吹吃 這個他第一題就死了 你就知道 我跟你講 我就很擔心 會不會我現在講完 下一集第一集 答錯 在今天這一集當中呢 我們先恭喜這三四位 通通經濟 都有機會最後一位 可以獲得十萬塊獎金 但在今天這個回合呢 我們總共要淘汰三位 要三位 馬上 還沉浸在自己喜悅的參賽者 沒想到馬上要面臨淘汰 主持人將隨機抽籤 並淘汰回答不出問題的三人 誰將被淘汰呢 誰會是第一個淘汰 出局的可憐寵呢 台灣女孩 陳子璇 賽前對自己相當有信心的子璇 能否順利晉級呢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一個 不是動物 A 珊瑚 B 蜘蛛 C 獨角仙 D 都是動物 請作答 D是獨角 他們不是說獨角仙嗎 是 珊瑚 獨角仙 對 蜘蛛 蜘蛛是昆蟲 你答案是什麼 蜘蛛是昆蟲 子璇 你答錯了 答案是D 以上皆是動物 請看解答 這題三個選項 其實都是動物 珊瑚 是刺胞動物 而蜘蛛跟獨角仙 都是節肢動物 你看現在知道了 其實珊瑚 你別看它好像是植物 它是動物 而且綠蜥龜專門吃珊瑚的 這個澎湖有沒有 很多綠蜥龜 可是它珊瑚也很漂亮 可是它自然生態 不能靠去破壞 你要捕綠蜥龜的話 維持珊瑚 可是綠蜥龜會絕種 可是大自然還是維持它的生態 蜘蛛是動物 蜘蛛是動物 剛剛我選錯 我以為蜘蛛不是 對 妳看 雖然蜘蛛那個吐絲妳是對的 可是這題蜘蛛妳是錯的 對 對不對 好 這是妳的名牌 可以去領一個便當 加油 對妳的隊友說再見 沒關係 子瑄 加油 還有我們兩個 然後我們如果 對 如果我們拿十萬元 我們要分我 謝謝 拜託 好厲害 好厲害 真是所謂的 起吃蜘蛛大丸 好 謝謝 請後退 謝謝 好 帶第一位了 子瑄 好 所以大家想 如果我今天掌握 第一名才 我覺得蜘蛛意思 很可惜 我們本來想說 我們是 我們三個台灣女孩 是唯一留下來的團體 然後想說 可以一起晉級 撐到最後 結果竟然 因為了一個蜘蛛 然後第一個 第一個有被抽到 第一個被淘汰 就很難過 很傷心 接下來要抽 第二個我來抽了 好可怕 對 十萬塊沒有那麼容易 一關一關 王思佳 王思佳 思佳 思佳加油 賽前曾說 題目很簡單的王思佳 會不會成為 第二個淘汰的參賽者呢 思佳你可以的 加油 思佳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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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佳 不好意思抽中你了 不知道運氣好還是不好 答對的就晉級 答錯的就要 剛剛那樣淘汰了 接下來這題 到底是什麼樣的題目呢 你有五秒鐘的思考 請出題 請問 下列何者不是虛構人物 A 孫悟空 B 甄嬛 C 楊貴妃 D 賈寶玉 請作答 哪一個不是虛構的 是真實存在的 對 就真實存在的 請做答 這是楊貴妃吧 真實存在的 楊貴妃真實存在 對啊 答案對或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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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謝謝 剛剛有壓力 其實是 短在那個五秒鐘 到底要選擇 對 因為在那個五秒當中 因為他會說 哪個是還是不是 所以你要用 有一點反向 那個邏輯 對 然後因為有時間壓力的時候 你很常常就會想錯 對 那甄嬛是虛構的 甄嬛是虛構的 喔 對 因為甄嬛傳我 全部都看完了之後 然後發現說 這個人不是真實存在的 可是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以為真的是有這個人 對 好像有照片對比那些妃子的感覺 對 然後就真的不可能是同一個 孫悟空是寫出來的嘛 對不對 這個是小說嘛 對 小說 賈寶玉也是 賈寶玉也是虛構的人 是彭龍夢裡面的 所以問題也考到我 這題還好 不要說考到你啦 我們都不一定知道的 我也知道的 對 米可白知道答案喔 我剛剛都是 聽克帆哥的答案 克帆哥怎麼 克帆哥還在跟我討論 克帆哥對不對 對啦 因為這題的那個 懸念就是在 甄嬛跟楊貴妃 甄嬛傳拍得跟真的一樣 結果他的那個名字 應該是利用這個 乾隆的母親 紐咕嚕式甄嬛 他那其實在 厲害 好搖晃喔 唉唷 只有淘汰一位啦 對 杰嬛 你來抽 還有兩位 米可白 米可白 真的假的 怎麼這麼準 沈 沈玉琳 玉琳 玉琳 玉琳哥 玉琳哥 你可以了 玉琳哥 不怕 米剛剛 怎麼會腳軟 腳不軟 腳不軟 千不該萬不該 抽到演藝圈最聰明的沈玉琳 她會在今天遭到淘汰嗎 你剛剛還說自己是最聰明的 現在就要馬上表現 是最聰明的 沒關係 欸這壓力好大喔 我相信你可以啦 因為這些人之所以可以站在這裡 幾乎都是跟著我跑的 萬一我這邊就出局了 我們 我們要跟誰啊 我跟你講 小飛你到底是開心的 還是覺得難過 小飛 其實那個表面上是難過 但心裡很爽 很爽 他真的會 他真的會吸食滅祖的 他隱藏很久了 好 再抽到也抽到沒辦法 表示我們節目是非常公平的 會不會這盞光明燈就找到這裡呢 來 請往前站 這個壓力真的很大 加油 大家 幫他加油一下 加油 加油 等一下 你們都在幫他加油 但是只有一位可以得獎 對…OK 所以你們在幫他加油 是幫他希望他領帶而已 他可以撐到最後就好了 你就知道演藝圈有多虛偽 而且 太開心了… 太開心了 你… 外妞你先走 OK 不要影響他的情緒了 OK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一個不是中國的四大發明 A 我要 B 紙張 C 指南針 D 弓箭 請作答 好 可以作答了嗎 請 D 弓箭 弓箭 對 弓箭 對 弓箭 對 或錯 喔 好厲害喔 這考育營哥太簡單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怎麼面有啊 怎麼一直站不穩啊 現在可以挺腰啦 挺腰… 好沒關係 我們看看是不是解讀錯呢 我們來看看正確解答的VCR請看 中國四大發明有 火藥 造紙術 指南針 跟印刷術 弓箭在史玄時代 世界上的民族就廣為使用 並不是中國的發明 總算對我的父母有交代 是 而且啦 他很喔 就是倒數了 他說可以回答了嗎 你看到沒有 真的很厲害 就表示真的知道 火藥是… 火藥是黃藥師 你不要嚇唬呼嚨我們喔 火藥只知道是中國人 對 那中國人是誰 四大發明之一很重要的 還有印刷呢 對 印刷那個畢生 他發明了那個火體的那個籤字 印刷術 對 還能打得出來 對 弓箭呢 我們知道 弓箭呢 過去我們看電影 是不是死前一萬年 對 過去遠古人 原始人要殺那些大象獵動物 他那時候就有弓箭 而且各國都已經有 所以不一定是中國人發明 不能列為中國人獨有的發明 對 所以這題是標標準準的 靠硬實力的 謝謝 謝謝 來 曉飛 對師父這個剛剛的做答 你有什麼看法 沒有 我一開始就覺得 玉哥會過關 恭喜沈玉琳 謝謝 也過關了 謝謝 果然是真的有實力 不是大家吹噓的 大家一直挺他 他也有所表現 對不對 好 如果抽到你會不會緊張 會 這個是壓力 只淘汰一位 各位 別人沒有下去就輪到你們了 該我抽對不對 是 好 來 第二位淘汰是誰了 我們來看看 我總是抽到台灣女孩 難道這是緣分嗎 機率很大耶 安妮 紫玄才剛淘汰 又抽到你迷 我說你們運氣也太倍了吧 希望你能順利過關 請出題 請問 卡通是陪伴我們同年的電視節目 而卡通義詞的由來 是因為它的材質 最早的卡通 它的材質是 A 膠卷 B 後紙板 C 傻話 D 不依 請作答 答案是 C C是什麼 傻話 李妮 你答錯了 答案是B 後紙板 請看解答 卡通義詞 是由義大利文中 卡通而來 原意是指後紙板 世界上第一部卡通 是在1908年 由法國人所致 片長只有五分鐘 你什麼系的 我是傳播藝術傳譯系 不是外文系的 不是 還好 所以你看剛剛解答 聽清楚了嗎 它就是後紙板 就叫卡通 對 對 所以才翻成中文叫卡通 好 身奧啊 真的 台灣女孩 以前是台灣女孩們 現在變女孩了 這樣我壓力會更大 對 嘉義豪 我的愛人都走了 不過一起抽中三位 對啊 那你們連中三元真的厲害了 一起能抽到這 要這樣嗎 瓜哥 我們還是 對啊 我們會努力的 我回去吃便當 來 這個可以領便當了 對 請往後走 淘汰第二位 謝謝 謝謝 請題目的包容外相 還有什麼英文題 我熟了 我熟了 我看了 其實卡通這個東西 我真的不太聊 雖然我很愛看 但是我不知道它的材質 是什麼做的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你是不是故意想走 因為你選撒謊 那其實不是 我只是覺得說 又不可能的答案 就是越有可能的答案 來 我們接下來要淘汰第三個 誰 是誰 好 可怕囉 中 誰 呃呃 呃呃 紀小蘭 紀小蘭 包庇女孩中的紀小蘭 擊敗八位團員 一路晉級到棚內 實力不容小區 請出題 是 請問 世界最長地名 塔烏馬塔 法卡塔尼 哈納可 阿烏阿烏 歐塔馬提 亞波凱費努阿 其他納塔湖 位在哪一個地方 A 紐西蘭 B 伊朗 C 巴爾幹半島 D 這是小說裡的國度 請作答 好 好 哼數都是死 B好不好 B 伊朗 你的答案是伊朗 對不對 對 因為A是紐西蘭 B是伊朗 C是巴爾幹半島 D是小說裡國度 對 所以他選擇的伊朗 對或錯 紀小蘭你答錯了 答案是A 紐西蘭 請看解答 世界最長地名 位於紐西蘭北島南部 是一座小山丘 原意是毛利宇州 大膝蓋的組長 傳說 他是這座山的征服者 真有這個地方 是在紐西蘭 對 這題真的滿繞口 滿繞口 你照著念 如果我沒念錯一次 我就讓你復活 來 請開始 真的假的 塔烏馬塔法 塔尼哈大哥 已經錯了 就已經錯了 就卡到了 好難喔 好繞舌喔 這個應該是演住民的名字吧 因為西蘭也有那個毛利人 喔 原來如此 這是毛利的 毛利人 所以應該是 才會這麼長 原來如此 真的好繞舌 抱歉了 這個題目 不過現場也不一定唸 米可白來唸一遍 大聲唸啊 出來 好 Where you come from 塔烏馬塔法卡塔尼哈 那卡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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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你才念三分之一耶 太難了吧 這邊有一個DJ出生的 他很會 真的嗎 Gigi來秀一下 Gigi秀一下 Where you come from 塔烏馬塔法卡塔尼哈那可 阿烏阿烏歐塔馬吉亞 波凱費努阿奇塔納塔湖 有 有 DJ出生Gigi 嘴巴果然靈活 也恭喜你存活下來了 我們三十位已經淘汰三位 還剩下二十七位了 錯三題的人 就要離開了 以各位的智商 希望能撐久一點 不要六題大家都淘汰光了 接下來 我們把時間留給你們的頭腦 準備好了 好 來吧 加油 好 第一題呢 我們是個表演題 歡迎凱蒂 擅長舞蹈模仿凱蒂 要以舞蹈來給藝人出題目了 要以舞蹈來給藝人出題目了 好快 快快快 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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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觀眾朋友們 你們有看出題目 就藏在凱莉的舞蹈當中嗎 小朋友不要亂丟帽子 丟到我頭上來了 好嗎 你幾歲啊 十歲 十歲啊 你剛剛跳的是月球漫步對不對 麥可傑克森 表演得很好 好 你的表演就是我們的題目 來 請出題 請問 《比利俊》這首歌 出自《戰力》這張專輯 而《戰力》這張專輯 除了創造月球漫步 還讓從不播放黑人音樂的NTV台 破例播放他的音樂錄影帶 除此之外 這張專輯 還有哪項傲人的成就 A 全世界單張唱片最高銷售量紀錄 B 發行第一週就被電台點播165次 C 發行第五週就在美國售出百萬張 D 美國告示排行榜中 停留八十四週之九 請作答 請作答 好 請開始作答 好 立體 放下 來 請插牌 A B C D 都有人選的 表示日後有人錯 還可以有人把它圖改過 小豪 C的比較少 有A的滿多的 A滿多 D C的也有 B的也有 唯一只有選B的是台灣少女 台灣女孩 我隨便猜 台灣女孩的阿蝦 在團圓相繼淘汰後 能為團體爭取榮譽嗎 那個沈玉琳老師 我是很具指標性 所以你選D 對 你認為是停留最久 告示排84週 因為製作單位出題目 他應該不會只是簡單的說 什麼銷售第一什麼這一種的 應該會有精確的數字在裡面 所以他都敢講出84週出來的 對不對 其實啊 其實這一題也真的不難選 因為D包含了前三項 因為你停留久才會賣得多嘛 對啊 賣得多才會點播給我 對啊 對啊 這麼簡單的答案 還會用選前面A B C嗎 這題問 跟沈玉琳就錯了 對 他不是Michael Jackson的歌迷 他不是那個歌迷 是嗎 他頂多是喜歡麵包合唱的 對啊 他每次只能 彈一把彈得很爛的吉他 但是我是 這題音樂題 對啊 那個張哥凡問你不準的音樂名 米可白 米可白 其實我剛剛就是A跟C在猶豫 可是我覺得因為他這麼紅的話 應該是以銷售量紀錄 我覺得應該是最準確 對 小朋友 那你會選哪一個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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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Michael Jackson的謎嗎 算是 算是 他就在暗示我們了嗎 這個題目會不會太難 不會 不會 如果答錯的話 就往後走淘汰了 太難了 要暈滑下去 這個月球漫步 如果答對還可以留下來 好 好不好 到底A、B、C、D都有人選 到底誰是答對的呢 請解答 A 怎麼可能 A 看好了 沈憶老師答錯了 怎麼可能 是A 老師 怎麼可能 你就是喜歡麵包合唱團 對啊 這邊 A也答對了 過人好也知道 因為這個 那時候余光大哥 我小時候就還看余光大哥的節目 他那時候就有講過這張專輯 停留久並不代表銷售量高 戰力是今世紀錄中 時尚銷售最多的專輯 已經賣出一億多張 跌起來的高度 居然有1000座101大樓高 而月球漫步在1985年 第一次公開表演時 震驚了全世界 沒想到第一題 竟有超過一半的人答錯 最聰明的沈玉琳 今天是否還沒進入狀況呢 接下來要進入第二題了 請出題 請問 以下合者 不是古時候 對同性戀者的別稱 A 余桃 B 龍陽 C 斷背 請作答 只有三個 3 2 A B或C B 放下 請插牌 沈玉琳還 最後時刻才寫下來 都已經寫好了 有余桃 有龍陽 還有斷壁 還有 大家可能會被電影誤導吧 李安的電影看過 斷壁3 斷壁3 英文怎麼講 BROKE BACK MOUNTAIN 你知道那個意思嘛對不對 對 這一題我們當然要優秀先問 剛剛答對的克帆 死定 你為什麼選擇的是 因為我聽到斷背我就開槍了 對啊 所以沒有聽過斷壁 斷壁就是魔手啊 所以你選的是余 我沒有想到他那個片名 是從音翻中 對啊 他為什麼不 對不對 他剛剛為什麼不好好翻呢 捍衛戰士 我被騙了啊 對 因為只有5秒啊 所以你覺得你選錯了 給我再次機會 我會選斷壁 斷壁 斷壁 所以你覺得C是對的啊 我覺得C是對的 你可白 就再一思考 這一題我就不清楚說 我是主要是用猜的 那你一定說的 那猜要個異句啊 猜龍陽 我猜B啊 龍陽 你猜龍陽 余桃龍陽 沈玉琳大哥 你只有兩次機會了 這題應該不會有錯 因為不是同性戀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用人名 因為老實講 這三個人名 我們一般都沒聽過 那龍陽你看 又龍又羊 他怎麼很同性戀呢 他以為我是Dragon 就是兩個男生啊 兩個男生就是啊 又龍又羊的人 雞雞妳的解釋 我覺得龍陽就是 我反而覺得余桃 不是余桃 感覺就是女生的那個 屁股的感覺 因為有桃花 那個桃字啊 可是女生跟女生也算同性戀 也是同性戀 對啊 女生跟女生不是同性戀嗎 玉桃我覺得可能是有點水性揚花 那個意思對不對 國翔呢 我是選余桃 因為我覺得說 就是跟Gigi講的一樣是 我看那個桃字就是有桃花 有桃花就是不是同字啦 就不是同性戀啦 沒有沒有 同性戀之間的吸引也算桃花喔 是 同性戀吸引也是桃花 怎麼不是桃花呢對不對 小草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C耶 我覺得好像C 這題怎麼大家選的答案 這麼有一點自信啊 你看可見的我們藝人都是瞎猜 猜完之後後悔 真的耶 確實五秒鐘要思考這個事情 因為時間太短了 時間太短了 你怎麼猜也不會猜到是斷臂 我覺得選C是最不應該的 你楊桃跟龍陽都OK嗎 楊桃啊 楊桃 你餓啦 不是 楊桃跟龍陽都是 都感覺都是 但是斷臂絕對不可能 我覺得這一題大家猜的成分多啦 對 當然我們有專家在現場 不能先來做講解 一講解就知道答案是什麼了 那余桃 龍陽 斷臂 哪一個是正確解答的呢 請解答 C 斷臂 C啊 你看 那你幹嘛要選 沈玉琳 怎麼可能 你兩題錯啦 兩題錯囉 音樂題也不會 同性戀題也不會 老婆 這都不是我領域內的事情嘛 你看你老婆答對還一點 我亂猜的 亂猜的 亂猜 表示你沒有作弊 你看跟著先生走不一定 我本來叫他照我的就對了 那很固執 沒想到這樣反而還對 我們電視機前面觀眾們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猜中 不過我們請我們廖老師 來做講解好不好 來請 那個余桃其實是講同性面 那個迷世霞 因為他深受魏林宮的那個寵愛 他們就是同性戀 所以呢 他就非常的 赤寵而交 所以他去把桃樹上的桃子摘下來 咬一口之後 拿給魏林宮吃 表示說你雖然是君王 但是我吃剩的再給你吃 因為我們有曖昧這樣 所以這個余桃是 就是同性戀的一個 一個最著名的例子 另外那個講那個叫什麼那個 農陽 那是人民 就是說那個諸侯呢 寵性農陽 所以他不但寵愛她 而且下召說 誰敢跟我推薦美女 叫我納妾的話 納女妾的話 我要讓她是朱九竹 所以就是說 他公然的寵愛這個農陽 而且寵釀到就是說 他不怕人家閒話 他召書下說 誰叫我推薦我是要納妾 要找女人來幹什麼的話 做我的後宮的話 我就讓那個人朱九竹 所以表示就是說 愛到最高處的時候 他們其實是 不會忌諱說 你吃過了給我吃 我是國王 或是怎樣 也不會忌諱說 別人知道這個情況 聽完老師的解釋 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題難度並不高 但答錯了三賽者 卻有二十一位之多 聰明藝人張克帆 也錯了第一題 在這次錯三題 就淘汰的賽制中 有十位來賓錯兩題 率先聽牌 一向表現穩健的沈玉琳 已經一腳踏進墳墓了 要擔心一下沈玉琳的前途 對啊 你有沒有看到前面已經懸崖 你一半隻腳在外頭了 我一隻腳踩進墳墓裡面 真的 不會啦 試不過三 嘿 已經有十位連錯兩題了 也就是二十七位 已經十位在懸崖邊緣了 好 原來讓我們節目做那麼短嗎 好 要撐久一點 加油 好不好 很難是吧 很難很難 好 接下來進入第三題了 請出題 請問 我們都知道詹姆士龐德的代號是007 旗的前面要加00代表的意思是 A 共有一百位探員 B 代表殺人執照 C 代表無所不能 D 英國情報單位的命名方式 請作答 四 三 二 一 B 請放下 請插牌 誰會啊 你們真的不會嗎 三去吧 猜一猜就好了嗎 我好緊張喔 我三次答案都跟玉琳哥一樣 我真的好害怕喔 我真的很害怕 你不要認識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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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報的命名方式 00 你光聽我講00這麼標準 就知道我是知道的 00 完蛋了 選第一的就完蛋了 0個是00 不是00 那個 林群峰 你選擇的是共有100位探員 對 為什麼 因為我三題的答案都不知道 所以我都沒差 對 他擺爛了 有這麼瞎的嗎 怎麼100個探員 108條好漢 你是白癡嗎 你就不要錯啊 錯就先走 如果是007的話 代表他最大值是999 怎麼會是100啊 就看答案吧 而且他為什麼一定要剛好100個 所以 那為什麼你會選B 因為我是007的忠實影迷 又來了 有沒有看過有一集 007他的片名就只有 LICENSE TO KILL 裡面就有講到Double O了 沒錯 如果你是對的話 我們第一個要歡送就是沈玉琳 他早就該走啦 你剛剛前面說他是最聰明 現在也知道該走 剛剛就講過了 木秀玉琳封閉吹之 你這個站在高枝頭死第一個就是你 因為我早就你了 拜託 我就這樣跟著他沒好說 國人好成功中學畢業的 沒有我是 我是用邏輯推理的 因為如果有100位的話 是不是要從00開始標記起 沒錯 對不對我是用這樣邏輯 因為你這個題目太堅設了 我也不是Double O7的迷 我只能用這樣子來推一段說 如果說有1000個探員的話 就是0001到1000嘛 所以按照這樣的編排方法的話 應該是有應該有100個探員 而且我記得搞笑版的那個007 有出現過14號13號 就是不是OO的 對 搞笑版是周星之眼 那個不純啦 還是 就是有十幾號耶我記得 當個別做答對 有出現不同答案 真的會有人在第三 前三題就再見了也有可 有這麼笨的嗎 但是每個人都信誓旦旦旦說答案是對的 但這個問廖老師可能他不是很清楚了 我覺得是那個殺人執照 我好像有這個印象 找幾期的樣子好像有這個印象 是 我不曉得對不對 因為我不是他的名義就對了 黃醫師呢 這題跟醫學有關係嗎 那你自己會不會喜歡看 James Gwan的電影 其實我剛剛廖老師跟我說是殺人執照 我說不是那是電影騙名 跟剛剛段貝山一樣是騙人的 結果我剛剛一聽到那個克帆哥講 我就 那你會選什麼 如果是我會選D啦 就英國情報單位的名名 比較合理啦 又跟隨著沈玉琳的對不對 像俄羅斯是KGB對不對 對 那美國是CIA嘛 對 台灣是KFC 那是坎德基 你可以不要幫我 我名字的縮寫就KFC 不是 沒關係 讓他多講一點 可能馬上要離開啦 你還有什麼話要交代的 你講一講 這你死定會過的啦 我放心 從你燙那個頭髮就是不祥的預感 我都沒穿你衣服穿那麼崩 我背心已經縫上去了耶 OK 大家爭論不休 這題答案真的滿難選的 我們觀眾朋友到底會選哪一個答案 是A還是B還是C還是D呢 請公布政節 B B代表殺人執照 殺人執照 是 他講的沒有錯 有一部建議叫LICENSE TO KILL 然後叫前面這個林林 就等於是你是FREE 你要殺誰什麼 就是一個秘密 政府是就赦免他就對了 對 所以林林確實是代表LICENSE TO KILL 前期的頭幾集裡面有過這樣一段對話 沒想到只住行的三題 就有十位藝人連錯三題遭到淘汰 其中還包括 反映雷敏的通告卡 王思佳 大雅 Junior 废拒冠軍相的沈玉玲也慘遭淘汰 接下來的比賽 會是張克帆的天下嗎 總共十位 你看我舞台都不夠讚 喂 這麼快 總共才三題啊 你們難什麼 我們製作單位才難吧 真的太難了吧 不是 是因為他考的都是一些 對我們無關緊要的東西 對 而且之前我們出去的時候 在外景的時候是A B 就兩個很好選 就50 50 現在A B C很難選啊 對 真的 而且之前可以看到 人家往哪邊跑就跟著跑 現在是板子 板子的話你先看到 整個打開來發現自己跟玉琳哥一樣 對 我就來不及 這樣 不是 你們都有講到話 小氣還沒講到話 太多選擇 不是50 50 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對 這個二選一的話 節目做的三個鐘都還沒淘汰半個 這速度快不是很緊張嗎 玉琳哥過了第一關 過不了第二關 不是 怎麼 因為今天的問題 Michael Jackson 我是看Michael Jordan 他講年齡問題 我平常都看那個包公案 你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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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施工案吧 對 你包公案也有 你問是宮崎案 你問是包青天 沒有 他講不是工程綁 綁標那些 包公案對不對 包公案 他本來當製作人的時候還滿聰明 當藝人變笨了吧 你看 這個國外東西我比較不了解 但是也不可能連續三題 這個不是您沈大師的風格 沒有 我一個人失敗算了 我現在 你們 你們都超的嗎 真的 沒有 其實我真的是 三題都不是很確定 然後運氣就很差 因為其實我 從第一天比賽 其實我也是真的就是 跟著神韻大哥跑 但是 終於說實話 失敗我就對了 我跟你講 答對都沒有說跟誰跑 答錯說 我跟他跑 真的 這是運氣問題 對 你覺得題目難嗎 我覺得真的很多元 就是有些東西真的不是 我們平常會接觸得到 像這個如果 雖然我自己都有看007的電影 可是我真的就沒有辦法 所以 覺得都很像 然後你就不知道要選什麼 然後像我選C 只是因為我覺得 他的那個Double O看起來很像一個 就是 就是 對 就是很像那個無極限 因為感覺007就是無所不能 對 所以我就猜了那一 但是還是 所以你猜無所不能 那你呢 太難了 如果是A跟B的話 還可以二選一 有 有一半的機會 對啊 可是 就是四個答案真的太難了 你們的意見我們會轉答 好不好 小小 是真的很難 不過還是要過來做玉琳哥 對 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跟玉琳哥 那你過關的時候 你怎麼沒有謝謝過我 有耶 感謝在心裡 你看她 她的 你看她老婆還蠻有主見的 現在還你看看 對不對 她 你看玉琳下來的 她老婆還站在上面 可是妳眼神好像要送行的感覺 我會分你兩萬塊 如果八萬的話 我倒是有一句話對我老婆講 我離開沒關係 你確定 我這個 你選誰都要好 你選客帆 這就客凶啊 對啊 不行… 江湖上我的名字叫客兄嘛 對啊 不行… 好 那楚兒呢 我覺得平常都有看過這些 比如說像麥可傑克森或007 但是沒有去這麼涉獵到 他們這麼細節的內容 所以就沒有辦法答出來 沒有必要講的要哭啊 大家都哈哈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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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最有廉恥心就是你 你不是這樣講 我們也是有廉恥的 因為我常常跟家人說 我班上成績很好 可是家人都不相信 所以我想說可以藉由節目 讓家… 讓大家知道我不笨 結果 還是 妳還是笨 妳是製作人還不知道 妳應該設立要比他們廣啊 對啊 如果念戲劇的 剛剛那一段話講完 應該就要落淚了啊 剛剛就已經表演到一半 妳已經把它打岔掉了 對啊 對啊 我本來說10秒調演 他不需要 講一講就快要哭了 對不對 不過今天呢 那台灣女孩全數都回家了 真的 男女不公平都是關於男生的問題 我對男生沒興趣啊 不是 不是 沒有啦 那妳對男女 斷秀是比余桃的要知道 很明顯 不是啊 其實妳都是跟男生 男生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對於女 比較女生就不會對這方面有 原來台灣Girl是這種 有興趣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子 不是啊 那個要搞清楚 同性戀不分男男女女 都是同性戀 對 對 女生也有戀愛的權利啊 戀愛來了也算桃花對不對 是 來 跟全國觀眾道歉 深深一舉功 謝謝 中場主機 三題結束 27位參賽者中 已經有10位慘遭淘汰 令人最意外的 就是沈玉琳的出局 接下來的戰況 會不會有更大的轉變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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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有全隊的啦 全隊的我們要表揚 只有一個人喔 家綺 十大的嘛對不對 家綺 你什麼學校 我是十大的啊 十大的啊 你可能不認識她 就讀師範大學的家綺 在這兩天的比賽中 一直默默無聞 卻是參賽以來 保持全隊紀錄的參賽者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家綺 我現在就讀台灣師範大學 美術系三年級 然後呢 我平常最喜歡的科目 是油畫課 而且我自己 私底下也畫一些 就是可愛的插畫這樣 沒想到家綺 不只頭腦靈光 在術科方面 也是很厲害的喔 而學校的教授 又是怎麼看她的呢 家綺是一個 很有美術天分的一個學生 然後她在學科方面 成績也非常的不錯 在友台擔任固定班底的她 也以聰明的形象 深受觀眾朋友的喜愛 我覺得家綺 是大學生的美裡面 一個滿認真的女生 然後我很看好 她未來在演藝圈的表現 非常感謝製作單位 給我這個機會 來參加這個比賽 我一定會好好加油的 妳很厲害啊 這跟Style有什麼關係啊 007啊 妳也喜歡看電影 其實我是蒙對的耶 因為我覺得其他 她就不是很有可能啊 就是我就想說 應該B比較有可能 我就蒙對了 對 就是一部分去把 把不太可能的刪掉 也是一種方式 對 好 對 消聚法 對 因為喔 妳有四個選項 就比三個選項更麻煩 當然有兩個選項是最好的 我是很驚訝 米可白還可以存活到現在 對 我覺得我好幸運 因為就三題 我就答對一題 我就留在這裡了 注意啊 不要開玩笑 最後一位是可以領走十萬的 好不好 來 接下來 有可能再一題又要淘汰幾個人了 我們這個階段是淘汰十五個 已經走掉了十個 也就是說 現場只剩下十七位了 要淘汰五位了 下面一題很重要 因為有人連續兩題還在答對 在懸崖邊緣的 來 接下來請出題 請問 下列何者 不是喝奶長大 A 海豚 B 鴨嘴獸 C 穿山甲 B 海馬 請作答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好 請插牌 蠻多人在懸崖邊緣的 我們看他的答案 有B D 我們先 師大既然這麼優秀 我們問師大這位同學 他等於就是 問不是哺乳類的動物 對 然後所以D海馬一定不是哺乳類 然後海豚跟鴨嘴獸 還有穿山甲一定是哺乳類 對 這麼確定 對 一定是D 對 因為你表現那麼優秀 我們就問你了 大家就開始害怕 我們也是猜 我們不是猜 我們也是覺得就是D 你選A G也選A 我想說海馬怎麼餵奶啊 我就一直想要 有那個畫面出來 所以我本來想要選海馬 海馬還是可以餵奶的 海馬還是可以餵奶的 海豚是哺乳類 跟鯨魚都是哺乳類動物啊 對啊 它有奶嗎 它有奶 奶小還是可以餵奶的 對 跟D都在海裡 我也是在想 對 對啊 都在海裡 我剛才想說 你是海馬還是海豚 都有海啊 所以你們選海豚啊 應該選D D D啊 D啊 小肥呢 師父走了也比較輕鬆了吧 對 那個光明燈滅了 對 要再去點啊 由此可見就是 他在那個第一次出學的時候 都是跟著我走的 所以 你選的B是 因為所有的魚類 他剛剛講說吃奶 所有的魚類會吃奶的 只有一種魚叫做 七彩神仙 對 他就是身體會分泌出乳汁 只有這種魚會分泌 小肥你現在說 真說假我們也不知道 沒有 沒有 我說的是真的 我有在養魚 你捂爛了你這個 七彩神仙吸奶的 對 真的嗎 他的背部會分泌乳汁 所有的魚類只有他 只有他 只有這種魚是吸他的乳汁的 他剛剛講說是吸那個奶 吸母奶 所以我覺得不是 這個不是的啊 好 沒關係 每個人都跟每個人想吧 我們有 組織醫師在這邊嘛 對不對 黃醫師 你怎麼做這每一題都有話講 不過這一題 我應該滿肯定是海馬的人 他不是哺乳的 對 因為海馬不是哺乳 前三個都是 那海馬的確會讓人家困擾 因為我們都聽過海馬 好像爸爸會 會那個 把卵放在他的肚子裡 你就 他這樣好像媽媽懷孕一樣 不過這是一個假象 因為他只是把卵放進去 然後孵出來 是 萬一公佈答案不是怎麼辦 那我才錯一題 那我才錯一題 專家還給錯三題了 答案一樣 OK 好 連醫師都不是很肯定 說是海馬 您 學醫的您會選擇哪一個 這個四答案妳都清楚嗎 我清楚 有鴨嘴獸 那是澳洲的國寶了嘛 對不對 有穿三甲對不對 對 還有這個海豚 對 還有海馬 妳會選哪一個 海馬 確定 因為確實 海豚 牠也是一個蟲 牠也是可以吃奶的 然後海馬 我們真的是會被那個名字誤會 因為是馬 你就會想到一個馬 但是 確實牠只是一隻魚 就是小小的可愛 但是牠是魚 到底誰是鄭傑呢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第一 海馬 讓大家感到困困的題目 自由生家綺還是打對 繼續保持全勝紀錄 四題結束 七位參賽者 累積答錯三題 遭到淘汰 倒飛及芽芽 在沈韻琳淘汰後 失去了光明燈 立即遭到淘汰 而賽前大家相當不看好的聚集 能走到這裡 已經相當值得鼓勵了 前面十個後面八個 我們總共淘汰十五個 太多了 我就說嘛 以他們四題就解決了 難嗎 難 非常難 我覺得難是在那個秒數太短 對不對 對 秒數太短 是沒有給你時間思考 沒有時間反應 瓜哥 反應過來 才能看到你們藝人最會有反應的 只有時間短才不會演啊 對不對 對 可以看到你們最真實的一面 真的 貝貝妳什麼學校 這跟學校沒什麼關係吧 對 可是我覺得我平常很笨 然後我現在可以到這邊 已經很厲害了 跟你們同等的 對 不要把它加入 七七呢 我其實跟她想法一樣 但是我覺得真的那五秒真的 讓人家很錯愕耶 太短了 是啊 就馬上思考 對 對不對 然後時間一到你就很有可能寫的 跟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樣的 對 那你要 你覺得你要多久時間 你就會覺得 如果給我一個小時 讓我好好考慮一下 我一個小時 我們節目也不夠 每一集都好 我覺得其實答案並不難 但是你在想的過程實在 時間太短了 因為你要 你就算要刪去法的邏輯的話 你大概人的腦 我大概要十秒鐘去想吧 因為有四個選項 你必須要去反應 但是只有五秒太短了 而且太多圓話的選項 對 那個範圍很廣 但是的確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是 可是我想講一句話 因為她是答對的啊 太笨了 你答反了 第一眼 第一眼 你下來幹嘛 那你下來幹嘛 不好意思 那我先上去 你怎麼講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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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答案不要亂轉 不然我們統計很難解 你方法會變C1 你還是死啊 對啊 還好你救她 對啊 我剛剛就想說她明明寫對了 她幹嘛下來了 可是這時候你怎麼就變這麼聰明 其實這張板子是我的啦 不是 GG 其實是我隊的 GG 因為你救了我 所以如果我拿十萬的話 我分你五萬 郭忍豪 你就別說大話了 連自己答對都沒有 不知道也真夠笨啦 後面的比賽 我們真是替你感到擔心啊 開始講大話 剛剛才講人前一個樣 人後一個樣 曉飛咧 跟著師父而去了 沒有 我覺得平常是要多看電視 多讀書啦 不要找太多藉口 不會就不會了 所以你講那個七彩神仙是真的嗎 這是真的 因為我養的是淡水魚 但是他剛剛講的是鹹水魚 他跟鹹水淡水沒關係 那是皮乳類的 因為我的領域在淡水魚 所以他出的題目有鹹水魚 對 搞錯了 一個是師父走了 一個是先生 對 我壓力太大了 所以你趕快跟他 不然會罵人 對 全家人我們都走了 全家人都贈我好不好 不要亂講 製作單位 來 佳玟呢 我現在已經很有自信了 對我自己 因為我都還比沈玉琳大哥 留得久了 對 你知道昨天我真的是 之前我真的是靠他 我現在真的證明我是有腦袋的人 也證明他不在 你馬上就走了 對 他不知道我們沒有依靠 林群峰呢 其實運動也都是很聰明的 但是因為玉琳哥走 我等一下想跟隨他 對啊 因為他昨天一直問我說 左右就是AB 都是我交打他什麼去走的 對 我想說今天他走了 我也沒有辦法 趁人不在 對啊 對啊 我希望哪天像玉琳哥一樣 人不在的名字還可以留下一集 對 次評結束 總計淘汰17位 由於近期人數不足兩位 我們馬上進行敗部復活賽 現在呢 有到檯面上只剩下10位 但是我們需要12位 也就是從剛剛淘汰當中 我們要敗部復活兩位 那也是跟前面進行的是一樣 用抽籤的方式 誰先抽到一半一半運氣 對 抽到的人答錯 就永遠離開了 沒有拜不復活 還要答對才能晉級 答對直接晉級啊 對不對 所以等於後面沒抽到也沒機會了 那也就是答錯 這等於是相對再 對 二次羞辱 再一次羞辱我們就對了 謝謝意思 這個既然發了通告 通告費就要這個 再答錯的話 真的就是二次羞辱了 就真的是拜拜了 沒關係 這單位就是好羞 這抽籤也不是我們來抽 是 我們以現階段留在檯面上 最聰明的 是我們的 是個佳琪 來,佳琪請到這裡 四個問題全部都對 前面四題 已經有十幾位淘汰 好 但是佳琪四題都答對 不用看了,請抽籤 誰被抽到 好拍人分 請公布 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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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好,加油了 新生代演員小季 在敗部復活 成為第一個被抽到的幸運兒 她能否答對螢幕 繼續往明天的比賽邁進呢 敗部復活 請出題 請問 買回來的雞蛋 在冰箱裡 應該怎麼放比較好 A 圓端朝下 B 尖端朝下 C 橫放 D 收藏在冷凍庫 請作答 B 尖端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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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或錯 來 來 還好對 我看你的臉 你剛剛是用猜的嗎 對...用猜的 用猜的 那你為什麼會特別猜往下 我想說 尖的比較好放 對 尖的比較好放 有沒有 恭喜小季敗部復活成功 但為什麼雞蛋尖端要朝下放呢 小季在孵化以前 他的空氣呢 是靠蛋膜上面的氣孔交換得來的 那這雞蛋的鈍端 它的氣孔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們在保存雞蛋的時候 把鈍端朝上 這樣子空氣就比較不會接觸到 蛋白跟蛋黃 那這樣當然可以保存得比較久了 小季蒙到了 對 謝謝 好 請回座位 好 恭喜 恭喜 已經救回一個小季了 小季等一下 來 你要抽才公平 抽一個 來 這個牌子你拿著 你不要看 不要看 來 請抽 貝貝 在友台擔任助理主持的新人貝貝 以甜美外型與絞好的身材 上過兩次男性知名雜誌 但平時頭腦不太靈光了她 能通過考驗嗎 請出題 請問 成語 夜郎字大中的夜郎指的是 A 人民 B 地名 C 國民 D 官民 請作答 C嗎 請作答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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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國民 國民 一個國家的名字 對 確定啊 確定 不確定也沒辦法 對 因為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夜郎是一個國民 我深深覺得 還好沒有抽到我這一題 好危險喔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官民 是嗎 博翔呢 我覺得我記憶最常是地名 我覺得是A啦 A 人名 因為自大是人的一個行為嘛 對啊 然後我是看韻音哥的表現 我就覺得這個 所以 所以夜郎跟五大郎是有關係的 對 所以你是人民的 對 我覺得應該是人民 夜郎自大 我們請 先解答 C小姐 當然是國民 夜郎自大 請 這個 我們請老師來講解這個成語 夜郎就是一個國民 對 在漢朝的時候 他應該是西南移中的一國 大概在現在的貴州一帶 那麼漢朝的時候 那個 那個皇帝就有派他的使者到 那邊去宣位 等於說是去巡視一下 那麼 漢史呢 見這個夜郎的那個國軍的時候 這個夜郎國軍就對他很好 然後就問他 笑著問他說 你覺得呢 漢朝的疆土比較大 還是我們夜郎的比較大 這就是 不知天高地厚 就自己用自己的短 景底之蛙 對 自己的短處比人家長處 那漢史就覺得 不知道要怎麼跟他講 就提笑接會 這表示說 他不知道自己那麼小 也不知道漢朝那麼大 所以用自己的短處 再比人家的長處 夜郎自大 對 也意味著就是景底之蛙 不知道外面 以為天就這麼大而已 結果自己一個小國還跟人家 這個漢朝去比 根本沒得比 我們主持人真的很棒 就是夜郎自大的意思 對 這麼多人 所以為什麼再次問你們 肯定沒有冤枉 對 問題目啊 我要向觀眾朋友證明 他們不是表演 他們是真的很笨 好不好 來 貝貝 恭喜你先回去 謝謝 你看看 剛剛十幾位 沒有一個說對的 真是的 我不忍再傷各位了 回去把書好好念好 那我知道蛋的啊 我是要蛋的 沒有抽到嗎 沒有抽到 大家也上了一課了 表示現在年輕人 都不太念成語 我想請教老師 為什麼要鼓勵大家念成語 就是其實表達意思 能夠表達淋漓盡致 自由短少對不對 對 不然一個事情 你說了半天 你不知道形容什麼 沒錯 但是成語我覺得就是說 有時候有很多很好很好玩的故事 很有趣的故事 我認為你把它當作一個什麼 有時候我每次也會把詩詞什麼的 拿出來看 再重複把 有時候換換那個詞點 就是好玩 對 就覺得這個有趣 是 我在學中文的 我真的覺得 中文最漂亮的地方 其實在它的成語 因為它真的可以用四個字去形容 而且是很有歷史 很有故事的 如果你白話可能要十幾個字解釋一次 可是懂成語四個字就形容過去 而且有的時候真的有晃 我記得我第一個學到的成語是 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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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英文形容的時候 有很多人 就是不好 就是有很多人 就是沒有 比較沒有什麼人物文在裡面 對 但是你可以想想看那個人山 人堆成山 人堆成海有多少 對 對不對 很好的形容 你看 連外國人都...不是外國人 國外受教育都知道 你們還有什麼資格站在現場 統統給我進去 不要再出現了 來 門打開 你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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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給他們機會 他們照樣又再搶第一次 恭喜現場十二位 恭喜 活到現在 十二位 接下來他們運勢如何 下一集會產生什麼樣的情況 我們繼續收看我們的金頭腦 金頭腦 今天賽光 一階段淘汰十人 第二階段淘汰七人 由於不足晉級人數 進行外部復活 救回兩人 總計十二人 晉級第四天的比賽 而賽前信心滿滿的沈玉琳 有什麼淘汰感言啊 沒有想到呢 這個製作單位的題目呢 這麼靈活 雖然呢 這麼早就被淘汰 是滿丟臉的 但老實講呢 從這次的比賽呢 真的學到滿多的 龍陽跟Michael那一題呢 算是我沒看清楚答案答錯 但是007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的 想到賽前這麼有自信呢 說了那麼多大話 真是滿糗的 感謝大家這麼看好我 我要先走一步了 但是 I will be back 下次十萬元一定是我的 在本集串出的大黑馬家綺 對自己的表現 有什麼齊取呢 到目前為止我全對耶 超開心的 我覺得從100人外景到現在啊 就是他的提醒其實是滿簡單的啦 雖然他是靈活 但是只要你冷靜思考 就是都可以想得出來 就是答案 答案並不會非常難 如果接下來的提醒 都是這樣的提醒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是會表現得還不錯 希望觀眾朋友繼續鎖定我接下來的表現喔 然後 拿到十萬塊 應該是沒問題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